南投縣議會近日召開第十九屆第十一次臨時會 議長何勝峰表示 因為上次定期會期 南投縣政府及本會部分議員 已再接獲民意並表達提案之需求 礙於審查不及無法納入 未能及時解決民意需求 因此召集本次臨時會以進行審查 我們在上次定期會中 我們南投縣議會有本會的保護議員 表達到提案的需求 因為心情要不得六億 所以因為有很多要改革民意的需求 因此本處都在交接民意會 有關南投縣政府提案 南投縣臨時性殯儀館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是民眾反映本縣殯葬設施不足 以致部分無設置殯儀館之鄉政公所及相關業者 以臨時性殯葬設施提供服務 而部分設施地點不宜或設施簡陋不良 造成使用安全及環保疑慮 為維護環保衛生及補足合法兵儀館 為新建前各地殯葬需求 先輔於本次會議擬定草案 送本會審議辦理 為了我們要為環境 衛生及學法兵葬業 平均情 因為國處的需要 國地方的需要 本館在本處的定期會有一定 就送到本會的草案 來人家要求我們 離開來深仗 所以這回 我們管理所提案 比方國議員要多多來生意 此外 為了讓青年安居樂業 議員同仁建議重新檢討修訂 房屋稅率 以及南投市 南田市地重劃區規劃 為評價住宅及出租社區住宅的 幸福家園規劃 還有校園安全及縣內基礎建設共識議案 也請議會議員同仁用心審議 基礎為到南道館裡面的 我們年輕人 安居樂的 沒辦法買到 比較少的屋 所以 這回我們議員也有建議 很多行 建議的重新檢討修訂 房屋稅的衰退 另外 建設有的提案 為了南投市 南田重劃區 為評價自宅 青年自宅 出租社會自宅的幸福 家園 除外 大家所關心的學校 安全 為了他們的極限 來基礎建設改善 更定定 我們議員提供十一案 京城保議員 都心來審議 在本次臨時會議程中 議長何勝峰也希望針對相關提案審查 縣府各相關局處事 需進行配合審議之外 也反請各議員同仁協助審查 一起為憲民福祉來努力 打造幸福南投縣 記者陳偉一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